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认识了一对年轻的夫妻 魏先生和狗女士 狗女士说她想和丈夫离婚 因为受不了丈夫的猜疑和暴力 你就不能给她说那些你在外面 只要她不在场的 外出都属于执政场 魏先生承认他对妻子是有过暴力 但他并不会因为简单的猜疑 就对妻子动手 那是因为他掌握了妻子背叛她的证据 他开了我的车 我就放了一个GBS在里面 我在把电递个电话的时候 他说他在食堂吃饭 我就把那个GBS打开 但是他当时根本就没在食堂 魏先生说他通过GPS定位器 跟踪妻子有段时间了 他发现妻子经常在行踪问题上 对他撒谎 而且他通过GPS定位器还发现 妻子经常会在宾馆酒店 等一些敏感地带反复出现 这个是侵犯了配偶的隐私权 GPS难道真的是定位跟人一起吗 我看是矛盾扩大器 因为他只能告诉你他发生了位移 或者说他不在他说的那个地方 但他不能证明他真的做了什么事情 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丈夫魏先生通过GPS定位器 虽然发现了妻子对他有撒谎的行为 但依旧不能认定 妻子狗女士就做了背叛夫妻感情的事 在这个时候 丈夫魏先生突然向主持人张婷 补充了一个重大信息 他把我钱给转了 转了两次 没有原因的吗 我哪知道他什么原因呢 对你来说就是突然 对 转钱转财产 对对对对 魏先生说妻子在三年前 曾经从他的银行卡上 转走了二十万现金 至今这些钱去向不明 妻子对此也没有任何解释 这件事让他相信妻子对他存有二心 所以每当妻子有可疑行为时 他都会变得特别敏感 如果魏先生所言属实 那么妻子狗女士在三年前 是为何要转走 丈夫银行卡上的二十万现金呢 因为他外面有外遇 我有了证据 我必须得保证孩子 有吃有喝 我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 我是绝对没有那个能力的 我必须得拿到钱 我想问一下 你所说的这个事情 是像他所说的这种怀疑呢 还是你却有回事 所有的证据都有 有那女的照片 有她们床上的照片 有聊天短信 那是在转钱以后的事 那是你跟那女的 已经在一起 差不多三四个月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其实那件事 她当着我的面 也跟我保证过 说以后好好 给我跟那女的断绝来往 其实我为了孩子 她当初把我刚上法庭的时候 我都忍了 因为我家里 把我压得特别紧 我妈当时给我说了 只要我同意离婚 立马给我断绝关系 我儿子特别懂事 每一个礼拜回来 都给我说 让我们不要离婚 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没联系 她那时候经常不回家 我找人查过她 她经常和女的在一起 别人告诉我 她住哪儿 然后那时候 我经常晚上跟她打电话 我说你该回家了 不会 后来不回家 是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频繁 找借口 说在什么河北工地 其实根本就不在 你想想你说这么多 不欺骗我的话 不是在话 那你知道我的感受没 魏先生的意思是 我以前这样骗你 现在你这样骗我 不是 我就是让她理解一下 对于自己三年前的一次外遇 魏先生选择了轻描淡写 一语带过 她的话语中 仿佛还藏着对妻子的一丝抱负 她觉得妻子应该理解她 因为在她认为 背叛感情撒谎这样的事情 妻子其实早就干过 丈夫魏先生的这番话 让妻子狗女士 抑制不住心痛和委屈的泪水 狗女士说 丈夫说出这样的话 实在是太没良心了 在丈夫背叛感情之前 丈夫曾经得过重度抑郁症 那段时间她为了撑起这个家 承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和压力 那个时候说实在 全心全意地为了这个家 再苦再累 我从来都没有说累过 怨言过 那时整个工程 我那时刚刚介入了一个场面 对所有现场的技术 什么都不懂 她生病以后 我所有的从不懂到懂 到全懂 前面要面对上面的管理 中间要面对五六十个人 现场施工 后面要面对所有那么多人的吃饭 所有的所有的一起 都得让过来成一起 雷十二从来没嫁过雷 我觉得那么辛苦 只要她那事能好 能健康 我就觉得挺好 她那个时候到了什么程度 她那时候就是医院 工作压力太大 会有什么反应 会有经常去自杀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她那事已经生病了 又头两天我都老看着她 她一动的时候 然后我就叫她不要动 我说你要干嘛 然后她就老老实实地躺着睡觉了 然后到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时候 我实在是太累了 太困了 然后我估计我一下睡下去就睡死了 但我一觉醒来的时候 床面就没人了 桌子上就留了一张纸条 说她要去死 我当时整个人都破坏了 也是就是因为工地上的事情压力 加之她在外边很多很多可疑的事 加之就是工地上也做得稍微大 是我从我接工程以来 是做的最大的一个项目 所以压力比较大 加之她很多很多 说些欺骗我的话 就谎言 我就自己解不开 就一下子就把整个人就精神就崩溃了 睡不着觉 那甚至就是说 在老家休养了 三 接近快三个月 回家回老家回家了三次 但是在这段期间确实是踏实 这位工地上确实是操了很多很多心 我完全接受 但是我接受不了是你操心可以操心 我觉得人 我觉得是人论道的这方面 你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认可在你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 她替你挑起了这个重任 你认可她这方面的付出 对 她在付出同时 但是有很多流言蜚语 工地上所有的都是男士 我从不懂到懂 上面我要去项目所有的人那儿讨论技术 项目上所有的领导 我要去讨论别人的技术 我平时要请要吃饭 要与别人沟通 晚上肯定是经常性地出去吃饭 有时候还应酬还喝点酒 我记得有一个楼 我永远都记得15号楼 那个地暖接返了 因为我不懂 第二一天都要交活了 然后那个楼 整个楼的暖气都不热 因为是主房下面的管子就接返了 一供的时候热 两分钟以后全凉了 我不懂 然后我当时我就 不敢给项目上的人通知 当时我只敢找下面技术的那些 我们那些都在整个项目干活的人 我问 我说这到底是怎么事 什么原因 因为我没经历过 我不知道 然后后面那些人来给我看了 他说我们也给你查不出了原因 找不着 然后我只能让项目上的人来 因为他们毕竟干得多 经历得多一点 去主管道一看 然后说说 你那主管就返了 主管接返了 他楼上热水就根本就供不上去 怎么会热呢 然后当天晚上 项目上六个人 加上别的带班的那些人 七八个人 我都记得是北京的十月了 很冷了 人家一身湿透了 把整个管子卸了 然后把整个管子给改过来 第二天为了因为要交活 干了一个通宵 早上四点多钟了 才结束 你说要不是我平时 给这些人沟通 联系 人家会搭理你吗 这当中就造成了 他的误会 就是说我给这些男的 来往的太多 他的辛苦我认可 我就说我亲身经历的 我是中间 我又一次回 不是回了三次了 你知道吗 中间有 就是我不是第一次 还是第二次回来 我们一家有你弟 有你妹 弟媳妇 有我妹 有我妹夫 我们这三个人做个车 是那天是出去买东西 怎么回事 把你开的车 我不能开车了 那个时候我开车就恍惚了 一个电话打过来 他马上就说 是叫的一个姐妹的名字 怎么怎么着 说些说了很短暂的话 就把电话挂了 那因为我们一快到 我们生活区了 一下生活区 他说他去上个厕所 我就往我们俩住宿去 我怎么上去一开门 怎么门反锁的 屋里边也没动静 等我他把门开 因为你刚才说的 你马上去上厕所 但是我一开 那个时候 你在屋里边把门反锁的 你在我们宿舍 会让你起疑心的这个事件 大概它出现的频率 在你心里 这个怀疑出现的频率是什么样的 太多了 大概 三两天 那就生活中处处是怀疑了 反正解释不明白 魏先生从来没有放下过 对妻子的猜疑 哪怕妻子为这个家 为他付出再多 哪怕他重病再生 他也总能在日常生活中 轻松地找到猜疑妻子的理由 妻子狗女士 到底为什么这么容易 被让魏先生猜疑呢 心理咨询师苏丹 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女方会被如此的猜疑 第一个外形条件 人长得很漂亮 所以呢 被丈夫所宠爱 或者说关注 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另外一个呢 就是女方的能力也很强 这个呢 就使得她呢 在外面能够被人喜欢 是有前提条件的 造成这种男方的紧张 还有一点 就是女人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 她会利用一些女性的性别优势 这是一个必然条件 利用自己的优势是一种本能 利用这种本能的话 并不代表着她道德败坏 她要跟别人发生关系 或者说别人就想跟她发生关系 不是的 可能就是因为欣赏你的妻子 有这份魄力 有这份承担 愿意为她做一些事情 其实有很多职业女性 是利用了自己的这种女性优势的 我们叫这叫女性优势 你反观一下 自己是否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碰到过有些女性 她能干漂亮 但是又承担很多 你有怜香蜥蜴之心 你是否也会产生 愿意帮助别人这种想法 应该有 应该有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人认为 男人和女人只有 只有这种情感发生 才会去帮忙 但是我们在 我们的漫长的职业生涯中 依然可以看到 就是有不少这样的女性 能够得到男性的支持 是靠她的能力 靠她的人格魅力 靠她如何做人 来获得别人的尊重和理解 你的妻子的身上 也许正具有这样的优势 你也说到了 你的妻子很难干 在你那么痛苦的时候 她确实承担了很多 正是因为 你妻子 对丈夫的这份责任心 正是因为你妻子 在遇到那么大的压力的时候 她依然可以 顶力而上 自己的丈夫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她愿意站出来 去面对这么多 纷繁复杂的事情 在你心中所 具有的认可 那不仅仅是认可她的能力 更应该认可她的为人 认可她在一个男人的堆里面 她能获得男人的尊敬 如果说 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那你是否觉得 你庆幸 你拥有这样的妻子 她可以用自己的能力 获得这个社会的尊重 在这个婚姻之中 你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温柔 如果你只需要温柔的话 你绝不会从婚外情中走回来 你需要的是一个 可以和你一起面对风雨的妻子 今天 你不是在讨要一个说法 你是怎么样 去迁回一个 既可以合作 又值得尊敬 还值得你爱的妻子 苏老师分析了妻子狗女士 长期以来被丈夫猜疑的原因 魏先生听得非常投入 他似乎接受了苏老师的观点 但是他依然不认为 主要问题是出在他的身上 因为妻子曾经对他的父母 做过很多过分的事情 过年回家 那月三十来 我们老家有个习宿 三十中午 一家人 大家人团圆 到十点半呢 他跟娘家不回来 魏先生说 妻子有很长一段时间 对他父母都非常冷落 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闹得很僵 这让他心中憋了一股 这是导致他曾经出轨 要和妻子离婚的最重要原因 你跟他的父母相处的也不好吗 不好 为了什么 因为我们离婚吵架 他的父母对这个事情 没有任何态度 是这意思吗 他的父母对于我们离婚的态度 他非常赞同 因为他把那个女的带回家以后 他爸妈非常的高兴 当着邻居三四 所有的人都是说的 赶紧把我给离了 娶那一个 所有人都是 都知道他们家 马上要结新媳妇了 我搞的一年多 我都没赶回家 这是在他提出离婚之后 发生的吗 对 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父母 没见过 你说我对你不好 我自己都不相信 你好得也打他 辱骂他 打他辱骂他 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那不就是头一年吗 我们头一年的矛盾吗 为什么造成了那天 什么原因造成的 狗女士说 公公婆婆在她和丈夫发生矛盾时 没有一个公正的态度 这才是导致他们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 在丈夫因为外遇提出离婚之前 她也遭受过丈夫的一次家暴 那时她伤得也很重 公公婆婆知道后 不但没有替她伸张正义 反而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 就因为这个激怒了她 之后在丈夫提出离婚时 公公婆婆又公开支持儿子离婚 这就让他们的关系彻底恶化了 听完狗女士的一番解释 观察员廖阿姨拿起了话筒 女方你说今天你特别想离婚 这么多年来的感情 这么多年的婚姻 这么多年来的苦苦经营的家庭和孩子们 你就想放弃 两夫妻搞成这个样子 难道说你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吗 难道说你就不会反思一下自己吗 它确实存在着 这样和那样不能让人容忍的错误和缺点 可是在她在丈夫这种错误和缺点的背后 你再想一想 我作为这我这个妻子 我做了什么 发现丈夫有坏意识 你就可以收集证据 转移财产 那你是家属窃盗婚姻的死亡 丈夫为这个家 先后他付出了那么多 这个男人是有错 但是他犯错的时候 我做了什么努力 请你能冷静下来想一想 女方 她为什么要走出去 她的心不在家里 那肯定是我们身上也有问题 是不是 她不爱我了 是不是我不够温柔 是不是我关心她太少了 第二一个就是家庭这一块 你和魏先生他父母的这个关系并不好 媳妇不能和自己的家人去处理好关系 你知道这是内心里面一个多大的创统 而你有没有想过去帮你身边的爱人去帮他填补这个空缺 有没有真正的去关心到我爱人他的父母真实的需求是什么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观察员古悦的几句话让丈夫魏先生的情绪产生了巨大的波动 他瞬间嚎淘大哭起来 说到这儿就说到我心看上了 因为我是出自农村的 我从下我们家条件特差 家里边就我 我爸是我从懂事情就是一直吃药 一直也说说特别特别 就是说不能做什么农村重活 一个家全靠我母亲 说实话到现在我一直说说特别特别敬佩我母亲的硬力来支撑这个家 但是到现在他们都六十多岁了 包括这次来北京还在工地上的三十多个人还来给我做饭来帮助我 但是到这里做了两个多月 没有说带我们买到房那儿去去做一下 甚至我母亲的生日吃饭的时候说些 特别欺言巧语的话 是 我承认 我承认我这两年对你的父母不好 对你的家人不好 其实说实话 真的提出离婚的因素 也就是他对我的父母 对我的妻女 为什么会有今天 你把那个女的带回家以后 你的父母应该怎么做 郭女士 郭女士 你有没有看到你身边的这个爱人 他从开场到现在 一说到他父母痛点的时候 他哭成什么样子了 那你问一下他 十多年了 为什么从四年前我才对他的父母 对他的家人不好 他爸爸妈妈见识来北京 我知都不知道 作为一个女人 我什么时候知道他爸妈来北京了 你是假不知道 我什么叫假不知道 到你妈过生日那天的时候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才知道 观察员古月的发言 让丈夫魏先生想起年迈辛苦的父母 他开始含泪指责起妻子的不孝 不料这却引起了妻子狗女士极大的愤怒 他突然起身 离开了调解席 狗女士突然情绪爆发 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 观察员古月和心理咨询师苏丹见状 立即来到了狗女士的身边 我实在帮助你发现这个问题 你懂不懂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狗女士说 她并不反对丈夫心疼她自己的父母 但丈夫说的那些话 对她太不公平了 一点也没有考虑到她的感受 曾经她对公公婆婆也都是孝敬有加 只是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之后 她才改变了态度 她想不通 丈夫和丈夫的父母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 为什么她还要受到指责 这个批评是要有一种层次的 这个层次也是要让你明白 这个夫妻关系该怎么样 而且要让你明白 你们的夫妻关系 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呢 是不是这样 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 对啊 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说 对啊 是不是 你看 你除了在这里生气 然后你就听不到别人的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就可以分一下 但是不玩之后 你需要把你的女性拉回来 听完这么多老师 一个一个来分析 帮你好好的 好好的回到女生 自己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好不好 在心理咨询师苏丹的耐心劝说下 狗女士的情绪渐渐恢复了平静 随后 丈夫魏先生也走下了调解现场 来到了妻子的身边 我的心理上也有问题 一定是随便 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夫妻关系 都改变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妻子狗女士思考了一会儿 最终她还是选择回到了调解系 刚才我们看过去 似乎我们的狗女士在现场的那种崩溃 是因为她对观察员的某些话的一些不认同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更深层次的是 她不认同我们魏先生在现场这种态度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明面上的错几乎全在您这儿魏先生 我必须得这么说 您的外遇 您的家暴 这个东西放在婚姻里面 放在现在的法律里面 它都是可以作为重大的瑕疵呈现出来的 这种明面上的东西 您到现在 在现场上我真没有听到一句 您说我错了 我对这件事情 我确实很后悔 我觉得我当时 那个样子不对 所以我个人真的觉得 您身边的女人 您的妻子 是在迁怒于您的态度 我想说我的两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 我觉得狗女士 你哭出来是件好事 通过你刚刚的这个哭泣 我们感受到你内心的诉求 你再说 你是可以做好的 只是 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你身边的这个爱人 他对你这样的不珍惜 所以你才会这样去做 也就是说 你其实是珍惜 和他爸爸妈妈在一起的这个缘分 你是可以去做好 孝敬老人这件事情 我们所有的观察员老师 这样跟你们来说这些话 真的不仅仅是关注于 你们是分是合 我们真正关注的是 你们今后的生活 你们今后的健康婚姻 所以 希望 你们自己触动到 自己的这个痛点 然后把自己 最胆怯的那一面 把自己最痛苦的那一面展示出来以后 那我们就要去想想 今后我们的婚姻生活 如何去做 做得更好 在你们这个家庭关系里面 我觉得它是一种 就是虚伪不对 你把这个 你和原生家庭的关系 是放得最重要的 然后呢 把你和自己的妻子的关系 是放得刺猬的 而这个呢 恰恰是导致你们亲密关系 出现 劣系的最大问题 你妻子最心里耿耿于怀 过不去的地方 就是 在你的心里 你父母 比他更为重要 更为关键 而另外一方面 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 如果说在之前 父母亲没有无原则的 支持自己的儿子的话 那么 在这里面做这种教育 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要搞好这个夫妻关系 做好这个媳妇 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在这里有一句 就是 在你发生错误的时候 你的父母是一种 无原则的 支持了自己的儿子 这件事情呢 导致了你这个 妻子内心里面 有非常大的痛 后面谈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女人的这个痛点呢 完全地爆发出来 然后甚至无法 听到下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男师 你可以在这里面 理解到一点 就是说 你的这个犯错 以及 你的这个父母和家庭里面 对你犯的这个错误的接纳 让这个女人 真的很伤心 如果要修补这段关系的话 对你父母 以及你父母 对你的当初的这个错误的接纳 今天在这里是需要处理的 没有处理好的话 那么你们回去 这份纠结会依然还在那里 到这个时候了 你是希望在找找问题所在 找个解决方法 还是真的你不想有方法 直接要结果了 请订阅这段关系 你有没有 狗女士 狗女士的内心却充满了痛苦和纠结 或许这段16年的婚姻生活 依然有让她留恋的地方 或许她仅仅是为了两个正青春年少的孩子 看到眼前的一幕 调解员胡建云深有感触 魏先生心里面只会享受夫妻之间的爱 却未必会去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 你的妻子这样的歇斯底里 这样的难受是为什么 有一个比较靠近的答案 那就是她觉得这个家她受到委屈 最后她带着委屈和失败感离开这个家 她不服气 建云重新打了你妻子 她这么多年这样她为了什么 你所怀疑她做的这些行为 她能图什么 她能得到什么 你们相处这么多年 她有没有必要那样去做 在胡老师看来 今天的这场调解 丈夫魏先生如果不能首先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 妻子最后可能会无奈地选择放手 你对这个家是有眷恋的 你对这个妻子是有需要的 这个需要不是简单的家庭需要和情感需要 其实也包括你的事业需要 对妻子的忽略和不懂持续下去的话 她离开你都不会留下太大的遗憾 而你呢很有可能轻手毁掉了自己的家庭 调解至此 胡老师决定进入密室环节 观察员李小云和心理咨询师苏丹 分别带着男女双方进入了密室 是这样的 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你的妻子从一上场就很犹豫 她其实自己的状态是比较犹豫 她其实对这段婚姻她还是有 尽管她很愤怒 但是我觉得她还有她自己的希望和幻想 当然如果您做得好 她就不是幻想了 在李小云看来 妻子狗女士在现场表现出来的犹豫 其实是对丈夫魏先生的改变 依然存有一丝希望 这丝希望也让李小云看到了调解成功的可能 但前提是 魏先生得有一个好的态度 在这个婚姻里 我可以说原则性的错误几乎全是你犯的 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是你吧 出轨是你吧 对不对 出轨是你吧 动手打人是你吧 但是你知道吗 你今天在现场的态度 会让她觉得她看不到希望 我就希望等会儿您在场上 首先当着大家的面 郑重地向她承认自己的错误 真的 这点我做得懂 魏先生回答得很爽快 或许相比妻子来说 她更加渴望挽回这段婚姻 不过对魏先生而言 仅仅有道歉还是不行的 那您可以不去猜忌她吗 今天经过这个苏老师这么一说 我其实心里边打开很多 打开很多 对 所以说有些事肯定是我不会 但是呢 你不能给我说 你一定都给我说实话 那么妻子今后会不会对丈夫说实话呢 在密室的另一边 苏老师和狗女士沟通的重点 正是这个问题 你对一个组织差异的人 你用的方法是 不忠想迎合你 是不是 你想我做的电影 那我就告诉你 我即使没在电影 我也告诉你 我在电影 对 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 你要知道越差异的人 他越会去认证自己的差异 是不是 所以你说在电影 他有可能就是 能打飞机跑到电影 就看你是不是 所以你发现了 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从你这段情感经营中 你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 人回避是没有用的 就是说 我在哪儿 我干什么 如果你非常想了解 那我就告诉你 我在哪儿 即使你要把天草翻了 我就是在干这件事 苏老师认为 对于魏先生这样爱猜疑的人来说 如果只是为了消除她的猜疑 而撒谎迎合的话 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 而狗女士在之前的婚姻中 一直是这么做的 正因为如此 他们夫妻之间 才会长期陷入争斗 彼此间的信任 才会丧失殆尽 那么经过苏老师这么一说 狗女士是否也能意识到 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呢 回到调解现场 承诺了向妻子道歉的丈夫魏先生 会出道做道吗 这对夫妻最终究竟是分是合呢 来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现在的想法 是的 确实经过各位老师 给我的指导 我清楚认识到 我确实是有一方面 对你的忽略 说真的对不起 那个 待遇以后不会出现说 动不动 还没有事情处理完 之前就对你 打你这种行为 是肯定是 我以后不会出现了 跟我们两个人有什么事 多沟通 待遇对于家人这方面 以前肯定是 你可能是把你心里面 委屈给我说了 可能是我没有在意 可能是我光是顾虑了我的家人 所以说就忽略了你 这也是我做得很欠缺的 你是要跟我过一辈子的 我会用心地去做每件事 和服你 其实你以前的付出 我是 包括最先到现在 我是一直都 非常记得心里边的 我非常认同的 原谅我吧 好吧 我们俩确实欠沟通 大家都是 与一点事 不沟通 时间长了 就积累在 像今天这种状态了 我以后肯定是不会猜疑了 但是说你猜不猜疑我 反正我是拿行动来做事 好吧 我没有别的希望 其实我来调解 就是给你最后的机会 我希望你所说的这一切 以后都按照你现在 所说的来做 至于你说的那些原则的事情 要试试试 我也就认了 好了 过日子大家要相互信任 还有别拉以前的 我拉以前的事 说事 我就想都三篇呢 好吧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今天所说的 都是你以后要做的 那肯定是 那肯定是我要做的事 要说表达甜言蜜语的话 这么多年确实是你听得很少 这也就是我可能说 缺陷 硬硬地说 其实老婆 我是真的真的喜欢你 真的真的爱你 我不管要爱你 我要爱你一辈子 抱我一下 我相信你做的任何件事都是我这个家 调解的最后时刻 几乎变成了魏先生一个人的表白和承诺 从表白对妻子的深情牵挂和爱 到承诺杜绝家暴呵护妻子 一辈子忠诚 魏先生滔滔不绝 而她怀里的妻子一直流着泪在哭泣 对狗女士来说 这泪水的含义是复杂的 既有痛苦委屈的释放 也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忐忑和希望 如果你真的接受 就你带着她回家 我相信她说的 狗女士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丈夫 再给丈夫一次机会 虽然调解刚开始的时候 她说丈夫近20天来的表现 让她下定了决心离婚 但这一刻她又改变了主意 希望魏先生不会再辜负妻子 这个艰难的决定 我会想到你 这样的决定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感谢观看